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 备 开始 各位观众朋友们 现在您看的这是中国勇士男子 九十公斤级的选拔赛 我是体育营兰 宋伟杰 今天是由我和蒋卫 为大家评论比赛 今天这个红方 红方拳手的这个力量很大 然后冲击也很粗 大家怎么来辨别这红方 带着这个白色拳套的红方 是红方运动员 带着蓝 黑色拳套 黑色拳套是蓝方 我们通过这个拳套来区别 这场比赛的蓝方运动员唐飞 唐飞也是他的这个中国勇士的 第三战的比赛 对 如果是赢了这场比赛的话 就取得了这个 我们这个武林峰 九十公斤级的第一个中国勇士 那么唐飞在第一战时候 是战胜了王勇 第二战是通过四季度比赛 对 战胜这个 郝光华 这是第三战 如果今天这场比赛 在战上这个周远强的话 对 将获得中国勇士 如果输的话 对不起 冲突再来了 对 这是武林峰这个中国勇士 残酷这种选拔赛 对 对 从这个刚开始前半段的比赛过程当中呢 大家看到这个周远强 这个红方圈主周远强的这个冲件很足 但是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这个因为这个级别是非常大的 在这个九十公斤级这个级别里面 最难坚持的就是他们的体能 他们有没有这种具专业性的体能 能不能够坚持这个三局三分钟的时间 实际上对于他们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考验 我们今天这个中国勇士选拔赛呢 是在这个安徽同龄的天宁小镇举行的 骨香骨色的这个环境 现代化的擂台 对 给选手们又制造这么好的一种活性的环境 基本上看上来他们两个没有什么太大的 从现在看上去的话 从技术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悬殊 那么就是看他们谁能够坚持到最后 谁的体能更过硬 那么在前我也问这个周远强 他是练这个三打时间并不长 大概有两个时间很短 而这个红方啊 蓝方这个唐飞练时间比较长了 对对对 那么07年还练了一年拳击 对从他们的年龄上可以看得出这个 周远强也小于这个唐飞两岁 所以现在我们看是带着黑色拳到这个唐飞 所以打得很冷静 你别人出拳不多打得非常冷静 你不是年轻 你第一局冲得很猛 还有两局呢 我们要打三局啊 对对对 他必须对具备这种强有力的体能和力量 才能够在这个规则下取得这个比赛的冠军 比较我们的这个中国勇士 好 现在10秒钟 注意了把握最后10秒钟 这就是唐飞的分析之处 对对对 必须即将结束的时候剩10秒 对对对 猛力给进攻 对对 组织进攻非常快 非常快 我现在就挣多一点 对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假认 各位朋友 中国勇士男子90只公斤级的比赛第二局开始了 红方是带着白色拳套的周远强蓝方 是带着黑色拳套的唐飞 实际把握得很好 刚才那个 蓝方拳手 唐飞的 以及这个前腿的低扫腿 差点将红方击倒 这么大的级别 这么大的级别 像这种技术 在这么大的级别的比赛当中体现出来 是非常的少的 非常少的 哇 这种摔法是 虽然很好看 但是是我们不允许的 这属于是绝对属于这种主动的爆摔 他是想是认为一个 我是个戒腿帅 你不是一个吸法吗 起来之后 我接着你的吸 然后给你抱起来那种 对 他自己认为这是一种 戒腿摔得非常好的一个战士 但是在我们比赛当中是不差的 这叫主动的爆摔 是我们这个规则当中 严重不允许的这个技术 那么那一摔 是唐飞手 哟 这小子连了很大 对对 对不对 通过我们这个 孙老师通过我们这个 90公斤级的这个 全这个武林峰的中国勇士的选拔赛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这个中国的一些大级别的一些希望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大级别的赛事呢 又想摔了 又想摔了 不允许的 这是不允许的 还耗费体脑 对对对 因为这是第一次来嘛 对 那么我们 对 那么我们 还是一直想摔两个人 那么我们想通过这个 90公斤级这个比赛的这个平台呢 吸引更多的 中国的自由搏击的运动员 今天来到这个擂台上 加入了我 加入我们这个队伍 然后参加我们的中国勇士的选拔 将来能够代表我们中国 中国战队去挑战世界的大级别的高手 那么通过今天这场比赛 我认为啊 今天这个蓝方 就唐飞 就带着黑色拳道呢 他和这个王勇 包括对这个好瓜三场比赛呢 没有那两场打得好 他为什么这场比赛 不如前两场 我分析的第一个原因 他实际是对这个中国勇士 一种渴望 就我们说有种响应怕出发 还没有放开 尽管周远强的事业 并不是说特别强 对 那第一次来嘛 要属于这个规则 属于这个擂台 那以前第一次练三打的 打开放式擂台 不是打卫生的 对对 但是他今天 我就觉得他对比赛那种投入 包括对这场比赛的重视程度 并不是说特别特别那么高 对 但是这个比赛对他也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中国勇士的这三场比赛 也就是 也就是能决定 他是否能够拿到 武林分的中国勇士 这个比赛当中 这种暴摔的行为是我们 这个技术是我们这个规则当中 是严重不允许的 这个场上下班 已经对这个 红方运动员进行了提示 是 那么这个其实呢 虽然说这个 红方运动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选手 但是呢他的技术类型方式 这个方法跟那个蓝方运动员 有很多相近之处 好 第二局比赛结束 好 现在我们看的是武林方 中国勇士男子90公年级的选拔赛 第三战了 为什么说第三战是 主要针对这个蓝方 唐飞 对 因为他已经在第一战 战胜了 王勇 第二战战胜了好光华 这是第三战 如果是第三战比赛能赢的话 那么他就顺利的拿到了这个中国勇士 这是第三局对于这个唐飞来说是更加的关键 因为在前两局比赛 非常关键 因为这个前两局的比赛过程当中呢 他们两个的这个整体技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然后基本上差不多 这两名大级别的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中体现前段 前半段体现出来的一些技术呢可以看到 那么大的级别身体的协调性都是非常好的 况且是全腿的这种连接都有 因为这两个呢 可以说都是从这个80慢慢升上来的 对对对 所以他以前有小级别的那个技术基础 对对 他的技术呢就是比较从柔韧性到他的身体协调性 都是非常好 很难得的大级别有这种这种协调和柔韧性 那个腿很多的这个腿法都已经都上头的腿法很多 因为我记得那个像那个唐飞在对好光华 包括对王勇尘场比赛 他那个拳法 对那两个选手发挥非常好 为什么今天对于这个周远强没有发挥出来的原因 就是对方冲得太猛 对这是第一 第二呢还有宋老师 他刚才在那个前两局的体现过程我们可以看得到 其实这个红方运动员的技术很跟唐飞的技术非常接近 他们所以说也支持这场比赛 没有体现到更多的优势的这个最主要的东西在这 就是打法相克 对 打法基本差不多 打法基本差不多 红方的选手呢 拳法也不弱 那么就看第三局 唐飞能不能够把握好第三局的机会 是 那么这个90公斤级的比赛 红方 就是这个警告 这个警告扣下一盘 这样的唐飞的优秀明显了 对对 因为这种警告也是基于前两次 因为我们不允许主动的爆摔 然后基于这个 我是可以摔 对 我接腿 但是那种摔法不是接腿摔 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一次警告 其实不是一方运动员在这一次动作当中出现的这种警告 其实呢我们的规则中规定 就是在三局比赛过程当中 同样使用这种犯规的技术 达到了数次之后呢 可能场上裁判会给予这种警告 对 就是不能一二三二三 你还不 还继续用这种犯规做事 肯定不一定 对 前两局这个红方运量 这种主动的爆摔的技术非常多 好 第三局比赛结束 唐飞就有可能幸运的成为冲友人了 一号裁判员28比30 二号裁判员29比30 三号裁判员28比30 比赛结果 蓝方胜 9号裁判员38比30 3号裁判员39分余 1号裁判员29分余 3号裁判员4号裁判员